开学前的周末 狐狸猫和麦麦、黎黎一起去钓鱼 还在学习钓鱼的狐狸猫一开始很不顺利 好久好久才钓到一条 但是那条鱼看起来好肥美哦 这条鱼可以吃吗 哇,这条鱼看起来真的很棒 看来今天有大餐了 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条鱼的肚子鼓鼓的呀 真的耶,这条鱼生病了吗 还记得之前学过 生物会表现出的生命现象 就是生长、生殖、代谢和感应吗 狐狸猫的这条鱼 就是即将产卵进行生殖行为的鱼妈妈哦 生物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只有进行生殖产生下一代 才能一直有新的个体维持物种的生存 如果我们在它产卵前就把它吃掉 这条母鱼就没有办法生小小鱼了 所以我们把它放走 让它安心产卵吧 在厘厘的提议下 大家一起把鱼放回河中 反正只有母鱼会产卵 那我们可以把公鱼吃光吗 那是不行的哦 鱼生小小鱼 就像我们要有爸爸妈妈 才会生下我们 需要公鱼和母鱼都存在 才能产生后代 这种生殖方式 因为有性别之分 需要不同的性别 产生精子和卵子 精卵结合后 变成受精卵 再发育成少鱼 这种生殖方式 称为有性生殖 因此如果只留下母鱼的话 是生不出小鱼的 所以如果把公鱼吃光的话 我就再也没有鱼可以吃了 小学学过花的构造中 有熊蕊和瓷蕊 瓷和熊就代表了不同的性别 所以开花植物 也会进行有性生殖咯 没错 所以你知道吗 不仅是动物会进行有性生殖 上学期学过植物的花 果实、种子 称为生殖器官 就是植物的有性生殖器官呢 我是爸爸的精子 和妈妈的卵子 结合后生下我 难怪我有些部分像爸爸 有些部分像妈妈 是的 所以有性生殖的子代 和青代之间会有差异哦 而且子代之间 像是家里的兄弟姐妹的长相 都不太一样呢 那既然有有性生殖 是不是有无性生殖呢 狐狸猫 你好厉害 真的有无性生殖 这种生殖方式哦 有的生物 无论原来的性别是公的或母的 只要有一个青代 就可以产生下一代哦 这样的生殖方式 没有性别之分 所以叫做无性生殖 像是断掉腕的海星 会把腕长出来腕 断掉的腕 还可以长出另一只海星 原来只有一只海星 现在有两只海星 这就是无性生殖 所以像我家厨房的蒜头会发芽 没有经过开花过程 就可以长成很多颗蒜 这也是无性生殖 最厉害的是 透过无性生殖产生的后代 会和青代的特征一模一样 所以很多农民 就会用这种特性 保留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呢 李李分享完 大家的肚子也饿了 大家分工合作 一起完成了香喷喷的烤鱼大餐 同学们 到了课程尾声 我们一起来做个小整理吧 一 生殖是生物重要的生命现象之一 二 生殖的方式 可以根据有无性别之分 分成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 三 有性生殖的子代和青代之间的特征 会有差异 无性生殖的子代 和青代一模一样 四 不管是有性生殖或无性生殖 除了可以产生新的个体 还有机会让生命繁衍下去 吃饱喝足后 狐狸猫告别朋友们回到家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咦 那些可以行无性生殖的生物 会不会行有性生殖啊 有同时可以行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生物吗 各位同学 你们能够回答狐狸猫的问题吗 欢迎大家在思考查询资料后 在下方留言哦 大家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